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确实就说明我们传统中对做人的诚信值得的重视 每个人小时候都在奶奶的时候 或者外婆的摇篮里边 或者是晚上乘凉的时候看到星星 有时候奶奶给我们讲这样的狼来了 这么一个虽然是个童话性的故事 但它说明深刻的文化意语或者道理就是说 没有诚信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历史的故事 就是周游王为了博得他爱妃的这么一笑 就是缝火系诸侯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也不用讲了 大家都大学生的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那么哪一个同学能不能 哪一个美女给她们讲一下 讲一下重复一下 给后面的咱们本科的女同学给一个 哪一位就你吧 就是其实我也记不清大概的细节 就是那个 当时就是周游王 就是他有了得到一个美女 就是得到一个美女包四 然后这个包四是个冷美人 从来都不笑 然后这个还是这个色系男男 他从小看他笑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有这个小人就近前言就说 说怎么呢包四笑 说怎么逗都不笑 然后就是让那个诸侯把那个烽火都点着了 然后让诸侯们以为王氏永难来救驾 然后 然后之后大家就是 他这样看着大家忙的团团转 说不定这个包四就会笑 然后他就这个周游王很混运 他就这样照做了 然后就果然是大家都来 那个带兵来就是来 嗯 救驾 但是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啊 这个诸侯们的底下又慌乱呢 或者是很生气啊 就底下乱成一锅粥 然后那个包四就看那个 就突然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就笑了 然后这个周游王 哎 果然很漂亮 然后周游王觉得很开心 然后呢 就是这么点了好几回 一次看不够再看 啊 点了好几回 然后这么大家都被他玩坏了 然后 那最后最后 最后一次说 等到他们那个时候 在我们就是在中国的商朝吧 就是周朝的西面是那个犬绒 就是蛮族 他们真正入侵的时候 然后周游王瞎坏了 再点一次呢 大家都被他玩坏了 不信他了 然后就大家谁都没有来 然后他就这样就 嗯 就跟着他的小美人一起 都被杀掉了 这小美人好像是被掠走了 应该是 好 谢谢 你讲的比我生动啊 讲的挺好的 也很完整啊 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呢 就是说无诚信 江山也保不住 就是政治生活中 也需要诚信 不是开玩笑的 君中无戏言呢 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其实从正面 我们说的是两个反面的例子了 也就是说正面的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比如说《画地为老》这个故事 产生于什么样一个小说里边呢 或者我们比较上了社会的一个 经典的一个小说 知道吗 其实最近还在演这个电视剧啊 就是《风神榜》 《风神榜》《画地为老》 那么也我们说 这个大同世界的理想里边 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建设一个 《路不十一夜不庇护》 什么的诚信多好啊 这个《路不十一夜不庇护》 晚上都不用关门 这就是一个清明盛世的一个表征 所以就说 从这么一个实例 我们来进入我们这个课上去说 信德实际上 在中国古代非常受到重视 那么我们也是首先来看 就是说这个信德的含义与地位 那么在儒家的德牧体系里边 这个信德仍然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四大教学科目 就是文行中信 你看这个印章啊 这些东西都是文行中信 这个 那么 也有我们这五常 还有五大规范 这个公宽信敏慧 你看也是解释 这是人德的一个具体的运用 就是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么五大规范 能行无者以天下为人 公宽 这个公宽信敏慧 它也是这个五大规范 五常之一 那么这个信德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含义 这个首先我觉得它可能不包括这么四次含义 首先是诚 真诚我 就是你内心做人的那个诚实 这个做一个比较通俗的就是自己内心 心 行 心里想的和做的是一致的 就是但是在中英里边把这个成这种范畴就拉得非常高了 就觉得成是一个在儒家的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实际性的东西了 成者天之道也 思成者人之道也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道德就是指着人心内心真诚的对待自己 这样一个真诚 那么具体往外来说发用 可以说他们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种属关系 就说这个 类成一己 外心一人首先诚实基础 那具体作为一个人个人的德性表现的话 就说你既然是诚实的 那么怎么算诚实呢 心和口一致 就是说你想的和你说的是一致 当然出于别的原因啊 在社会生活很复杂 有时候可能作为一种技巧说或者说心口不一致 但就是作为一个品德是要你说的和想的是一致的 不要口是心非嘛 不要口是心非 第二就是言行一致 也就是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 说的是一致的 这就是诚信之德 还包括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我们说了 心口言行 还要说你行为始终一贯 你这个人容易便捷啊 你这个人三天打一两天赛 你这个做人呢 没有恒心定力 有时候这个信德呢 为什么这个信则人认也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人做的比较有精力 做事始终一贯 我觉得他包括这么四层含义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信德这个含义呢 中国我们说古代的这个伦理范畴啊 由于我们思想的综合性强分性差 所以我们有时这个信德呢 会和别的一个道德德目发生一些相互交叉 当然我们说信或者诚信这个道德呢 他有这个言和心思想和行动啊 言和行 所以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诚信之德 从这种三种范畴对比里边再看看这个 诚信之德的意思是什么啊 诚和信在双文那边是互信的 就是诚就是信信就是诚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在现代汉语里边 今天我们老师讲信任关系 今天说讲信德啊 这后面我再讲传统这个信德跟现在信德不大一样啊 就说诚实内在的啊 这个信是一个人言为信啊 就说 所以就说首先是诚和信 这个内和外是有联系的 那也就是说解释这句话就说 我们一定要走到表里如一 内诚以己啊外信以人 诚是对在自己的内心来说的 重在己信在人际 信互相的信任 你信任别人别人信你 这有个人际关系 诚呢 当然信是怎么来的 你首先是诚 你天天说谎话还能有人信任你吗 他俩又是联系的 但就是相对的要分书 分书这两个概念的话 就是诚往往就是指人的内心 信指人际的关系啊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前面在讲中的时候已经讲了 中间这部分实际上在中和信有联系 我们就是中信联用嘛 这个联系是什么呢 其实跟类似于成根信 因为什么呢 中的意思是中信吗 中下从信吗 也就是说言出一心 也就是说 对别人的那个禁忌奉献的那一种道德义物 首先是出于内心的真诚的真诚实义发出来的 这个前面我们在讲中德的时候已经讲了 所以从这一点的话 那个真诚的意愿和内心的思想动机 那就是成嘛 因此我们大家注意我们汉语的用词 中和成 有没有连在一块的合成词啊 当然有嘛 中成一党的教育师也嘛 说这个人很忠诚 有没有 中跟成在这个意思上是一样的 所以中信就说中信只是一事 中是信之本 信是中之法 信非忠不能 忠则必信也 也就是这个内外这么一个基础的作用 就是你如果你要对外人说 要这个有信用 别人会信你或者你信别人 都是出自于内心的这种真诚或者忠诚 忠诚 这从信和忠之两个反对比较 那么信也言 这个信这个字从自行的造型来说就是人言没信 主要我们显性的说这个信德的时候就说你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就是说了话要做到才算算话嘛 就是言没信 还有句话什么呢 行没果 你行没有果那你可能言得没信嘛 你说了老子讲这个轻落别人寡心嘛 你这个光是吹大牛乱取落 最后都没做到这种作用两天就翻了 根本没人信你了 没人信你 所以他跟言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论语这个维林公篇的话就直接说是言中心 言中心 那么又在李仁篇里面说 孔子说说 古之言之不出 赤公之不呆也 就是说你不要轻易说话 你说的话就要算话 主要是害怕不敢轻易说话就是害怕我做不到 所以一个人要有信德就是说一定是跟他的说话是有关系的 言必信 行必果 这大概就是说这个信的这个意思 我们是讲这样的意思 那怎么做到这个言行一致 我们稍微把这条来展开一下 主要在外显的意思信的就是要 从个人品质的角度就是言行一致嘛 就是首先第一点说对人言要真实 你不要说了虚话假话大话空话 君子之言要信而有争 不要没根据乱说 那说这个七网 乍尾这就是胡说嘛 就是不真实嘛 憋嘛 所以这第一条首先要对人言要说真话 要说真话 第二在人际关系里边就是你是一种承诺呀 你说的话就承诺 说话要算数 不可口慧而实不止 就是你说的好听 就是做不到 说的千花乱坠 按摩自话说 说的千花乱坠结果什么事也没做 再而且就是说 孔子还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就这个性格 孔子这句话也塑造了中国人的这个性格 就是木论进人 当然这个观念跟现代的观念不见得是完全吻合 但是他的句话是主要还把你说多话说了没做到 木论就是说说话比较少不说话 这个就近人就差不多达到一个人的这个道德境界了 今天也未必就是说是说话多就不好 只要你说话多能做到 那就承担了更多的道德责任那也好 这话你说了不错 那你也不行啊 所以口慧而实不知之不好 另外就是不识其言 就是你不要把你那 他就是说话不算话给吃了 你说话都吹了个鼓风 你说算话那不行 那第三点就是 要怎么做到言行一致 就是要中英里边的言固性行为 当你说话的时候你想到你能不能做到 当你做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说了什么话 要互相想我这给人承诺了 承诺了我就严密信行为我嘛 我就要去努力做到 这样可能就会逐步培养起来一个信德 那在我们中国古代非常讲究这个信德 可以说讲究信德是一个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我在这引了两句名言两个故事 那么这两句名言好说啊 这个君子一言司马上追我们经常说啊 这一个非常大众话的俗语 就是你说话了出来你就 说实话泼出水绝对说话也算话 这个海悦尚可星一落中不疑 这是一句唐诗了也都广发流传 所以一个名言警句啊 海悦尚可星山海都可以清 但是你只要答应了你就不能移 这两个故事哪一位同学在那里讲一下子 你们讲比我讲的生动 再给哪个同学讲一下 你们这个首先一字一字说吧 这个范氏首约 这个故事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故事 后看书上是有记载的 大概是说的一个什么故事哪位同学能讲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知道很详细的那个细节 就是范氏我记得应该是 他在上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 然后他们俩关系特别好 然后他们后来毕业说各自可能要去考 比如英考试 考试英局啊什么的 然后就说说以后他那朋友很伤悲 就说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然后范氏就说怎么会见不到呢 他好像是约了十年这期限吧 然后说十年后的秋天 我一定会就到你家里去找你 一定会去见你 然后他那个朋友就相信 范氏一直都是一个很诚信的人 朋友就相信他们才分开了 然后十年之后就是两人都能 然后之后就他那个朋友在家 这一天就是在家 又收拾屋子呀换新衣服 然后那个他的妈妈就说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今天是十年前 范氏答应我今天来看我 他妈妈就觉得很不可 就是怎么可能他再来了十年 他未必都记得这个约了 然后这个朋友就觉得范氏不会被 就不会忘记他这个诺言 然后果然就是还是在那一天就是范氏如实的 就是来了来应他的约 对好谢谢你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你好不好他时间算夸张了些啊 但是这个这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 是两年之一 两年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范氏和张绍呢 他们同学与这个京城的这个太学吧 同学确实是同学 他就是他们毕业了分离了 就跟你们现在同学关系一样 就是他有个毕业的时候有个约定 就是说两年以后某月某日某时 中午饭以前我等你讲 我等你讲我们再聚一下 结果这个日子到了就是这个 张绍呢就给他妈说是这个傻子 怎样呢就是准备吧就是这个 这个十点多吧 他们讲讲的具体点 就是快到周末了就是叫他妈备饭 说我这朋友肯定会来的啊 他妈就是不信 就两年前的事了 哪有那事啊啊 就这个张绍就见识 哎呀我这个同学特别假信 那你一定赶快准备 结果就是真准备犯了就合得重了 人家就果然来了 这个这个史书能够记载就是这个 所以中国这个故事呢就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呢 特别讲究这个信意啊 就是信啊 言人有信啊 这是一个和韩书正式记载的一个讲信德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哪一位同学还能讲 叶同你能讲中吗 这个我现在在漫画里边这个尾声吧 我给你提示一下 长存抱住至起上皇夫台 这是两句唐诗 但这里边隐藏着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 我给你提一下这个男主人公 这个故事其实就在这个画里边了 这个男的就叫尾声 这带有一种神话 这个故事好像不是真实的 是那个庄子的道直片里面的一个预言故事 是 如果只只看这幅图画的话 就是尾声他在之前 他是鲁国人士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讲信义的人 然后呢就是借别的东西绝对会还的那种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女子 他们俩相约要私奔 就约在这个桥梁下 桥梁之下 然后呢但是那个女子因为 私奔的链头被泄露了 然后被家里人就是囚禁在家中 就是没办法去赴约 然后这个尾声就在桥底下 这个时候就涨水了 然后呢他又想着跟这个 这个女子的约定 就迟迟不肯离开 最后终于在这里就是被水淹死了 然后这个女子后来 在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发现尾声已经死了抱着尸体痛哭 然后最后也头江而死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故事 挺好谢谢你 女孩子还都挺会讲故事有细节 挺好啊 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就还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特别这两句唐诗就是高度概括了他这种精神 就说如果每一个男人都像尾声这样讲究爱情的信誉 其实你是不是就说要私奔 这是我没考证啊 我也不复书记 就是他们两个相依一桥下 说我们就在这桥下约会 结果呢这个发大水了 这个尾声呢就为了不施约呢就是 你看嘛抱着柱子就被虫水淹了嘛 所以就是后人呢就赞颂这样一个讲究信誉 讲究爱情中真的这么一个故事 唐诗里边就有这两句是说 只要男人都像尾声一样长存抱住之 抱住之就这种信誉 那就没有那么多你女人去上望父台了 这是扣了个典故 就是望父台就是其间修长城啊 很多男人去了死了不归啊 就是很多女子都在望父台上望父归来 就说只要你都每个男人这样有信誉的话 女人就没有那么守寡的那么一个人生的悲剧了 这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 在我们中国人讲信的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很好的故事 所以这个我们就说信德 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了解了信德的含义 以及说它本身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那么信它有什么价值 应该我们怎么去履行信德的时候 坚持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原则 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说的 首先它的价值我们说快一点 就是信是政治基础智者美德 从我们任何一个道德在儒家思想里面 老是要政治的发用 那这一个道德就是把它惯上到政治活动中去 所以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呢 就是说信是政治基础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个论语里面的这篇文献 就是去实去兵信 我们现在只得了后一句话就是结论 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利 我们不再重复 就是在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 和道德信用的软实力之间 儒家认为道德软实力是最重要的 这个政治治国没有信民无信不利 那么作为一个统治者上号信则 说民莫敢不用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 谁人不信 就是一个统治者 我们中国的这个政治就是自天子 以至于书人一世皆一世为本 一人这个兴邦啊 一言分尸啊 就是说非常强调统治者的这个道德 对政治的影响 所以首先你上位的君主必须讲究信 我们到现在还说 说威信威信 一个领导人说话不算话 君主无信言 说我刚说了我就算 信正因为有信才会有威 威信威信嘛 你说话不算话哪有威啊 是吧 所以从一个政治制度伦理的角度来说 信的确是政治活动的一个基础 这个我们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蓝梅丽木这个故事啊 就是商鞅啊 为了推行他的变化把政策 这个 商鞅蓝梅丽木这个故事呢 在中间课文里边 大家都学过就咱们再不讲这个故事了啊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把这个木头 从这个这个门扛到那个门 那很简单这个事啊 一般人有点力气都可以扛过去 为什么要奖励那么武士打烊呢 他就是借助这个事情在宣誓政府的诚心 实话做到 这样才会推广他的这个变法的政策 所以这个信是政治的基础 那么吴敬的这个《政官政要》里边这条的文献说 你要做好政治治理 政治治理主体是君臣嘛 你君臣之间要没有信的话 那这个关系出不好那个政治没法干的 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第二点就是信是人际社会的法宝 就是说你跟人与人交往 道德总是要不仅要处理政治关系 而处理人与人的交往 就是说 信在《五轮实义》里边主要是被看的是朋友之轮的要求 就彭一有信嘛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讲信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个这个范氏和张绍的那个故事 主要就是朋友之间要特别要讲究信 这个你要交友不信 则这个离散游戏不得相亲 那么这个李四春秋里边的贵信 这篇里边这个吻献呢 都是在讨论信的广泛的作用 各种人的关系的这个交往 不管是君臣贵贱 这个交友 如果不能甚至是白宫 这个跟我们现在倒是有一点接近了 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个产品的诚信 服务的诚信 这个百业的诚信 各行各业都要讲诚信 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你做的东西都是假的 你这个忍颜色给人家不好忍 都不行了 这条文献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第三点就是还是从个人这个角度来说 信为尽得利益之本 孔夫子就说他论信得就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就是你这个人如果没有信用 就都没有做人合法性了 不知道你这人怎么回事了 你只有讲诚信 你才会被别人信任 才会受到任用 给你使命和任务 你如果不讲诚信 这个我们都能体会到 是这样子的 那么从一个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说 严中信就是野蛮的这个地方 都会归附你 你不不讲忠信的话 那就是在你的跟前也不会信服你 所以这个论理维宁公这条是讲的这个意思 所以诸子讲就是人道啊 为在忠心 如目之无本水之无源 各有神的一身都空了 就是做人没有诚信什么都没了 朱熹讲的这个意思 本就是树根嘛 一个树没有根就死了嘛 水都没有源头那就干枯了嘛 那你人没有信就什么都完了 这就是论述他的信德的价值 也是从政治人际和个人之三个方面来论述的 那怎么样去践行信德呢 我觉得讲这么四条基本的原则 就是第一就是信比何以道义不守唯义之心 信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保证性的或者是形式化的得目 我们前面说了后面会总结 就是说人以爱人 义以正极 礼仪成之 之以便之 信以守之 信是对道德最后的坚守和保证 但是信呢 它一种形式化 此生性的价值 信不 要从 要服从意义 不是信说是对任何东西 不符合意的东西可不能加息啊 比如说 现在一个人 一个罪犯要杀人呢 呱 这种罪人的 是那个人跑了 跑了藏起来了 我说哎 你刚看到一个人跑哪去了吗 这时候你一个撒谎还是一个 蒋成心说真话呀 那你这 你现在撒谎是个智慧 保护了那个人 你现在都在说真话 你不是帮助罪犯杀人吗 所以他就是说是 儒家讲的这一条 孟子这条讲 是孔孟讲的这条都非常重要的 这我们以后对信的守约 比如说我们这个也在现代语发用啊 就是说 你人家这个人得了肿瘤了 那个护士和医生给人家隐藏恰恰是义德 你不能说哎 实话实说 你只剩下三个月了 回去准备后事吧 那不行啊 那不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权 权的这么一个功夫 精权之变啊 所以说这个孔子一句话就是 信 记忆 言可复言 就是说你信 符合意义皆记忆 你这个说话才能给他 承诺 才能跟他说话再往 他不符合意义 就不能跟他说 那孟子也说就是说 大任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唯义所在 言是不是要信行是不是要果 要以义 这是一个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不要轻弱 因为就是人言为信嘛 你只要是说 你不能说信就是你太说大话 说大话 所以就说就是老子这句话 轻弱别人寡信 第三条就是言比信行比故 前面说了言故行行故言 第四条就是行为始终一贯 善事善重 跟我们前面讲的 信德的内涵是相一致的 它的行为原则就是由信德的本身内 内在的要求来规定的 好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两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信德在当代去怎么实践它 或者它的价值我们应该具体的应该去怎么做 首先说在当代社会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信德便比古代社会更加重要 因为信德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只是人的一种美德 在现代社会 一种陌生人社会或者市场经济 间接经济的条件下 信德成了社会的一个道德根基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所以就说信德应该是全部道德状况的一个表征和保障 道德失落 道德不好 其实表现都集中在信德的失落 表面表现都是说信用的事 比如说造假呀 假冒伪劣呀 这个伪劣产品 以略冲优啊 包括这个我们后面会说一些表现 后台可能是你 人不好 义不好 但你表现出来因为市场经济是 以建议经济 以产品服务于别人的 他不是产品经济说 直接生产是为我自己吃的 这就是要卖卖的 商品经济是要卖的 所以人的后台的道德精神 都体现在服务和产品上 或者商品上 准确说是商品上 那这个就是有个诚信的东西 在社会转型期 利益最大化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诚信问题 非常突出 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前些年我们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的 关注和讨论很多 我们现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逐领域失信的事情都很多 首先是每个人要接触经济生活 包括家具啊 包括服装啊 食品啊 这个假的东西很多 在政治领域也是有瞒报呀 说官出数字 数字出关呀 又是气上满下呀 这个造假呀 这个在文化领域也是啊 你说我们现在反对这个学术不断行为 这些诚信啊 剽窃啊 抄袭啊 这都是属于不诚信的一个表现 这些显性的不诚信的表现 都是后台人们的道德的持守 没有一个意义 没有一个人在后台的道德实质性的堕落了 但是表现在显性上都是这个诚信的伪迹 所以我们在当代社会 首先我们认识到就是科夫诚信 确实建立诚信道德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在现在时候条件下没有信德 人们就生活难以保证 寸步难行 那么具体我们要讲这么三个观点 就从认识的前提我们要讲一个观点 就是市场经济对诚信建设是一把双人结 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市场经济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类在要求和客观规律 因为渐渐经济别染于契约合同这种形式来发生 本来想就诚信可以减少交易的费用 可以说诚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是它的类生性 类在性 就是市场经济的类在要求 本来应该讲诚信 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的规则 秩序逐渐的建立 有些大企业它也在做的这个信的方面 因为它我们讲信用就是效益 越是大品牌 越是好的企业 当然也有些大企业 连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都有失信了 那这个为什么造成这个问题 就是两面性和双人性 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造成不成性呢 这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又能使某些人为了一起撕裂而破坏和抛弃成性 那为什么会抛弃成性呢 它主要是违约或者不守信的成本代价太低了 它受到惩罚太小了 所以它为了一个利益最大化 它就三十成性 那么讲到这么一个认识的社会现状 目的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进行承现建设 既有利的方面又艰难的一方面 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现实 在这么一个社会基础上 市场经济背景下来建设成性道德 第二点我们要认识到传统成性 以现代成性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么一个方面 就是说传统成性呢 主要是依靠于人的美德 那为什么依靠于人的美德呢 和人品呢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熟人社会 我们也没有市场经济 我们可能是直接交易 你生活在那个刘家村 马家沟 王家坡 都认识人呀 甚至刘家沟也许就是你 全是你刘家人 我的老天你敢 你如果要撒一个谎 你这个在村里名声坏了 这个道德成本太大呀 那你这人没法做了 所以那个诚信关系相对简单 那就用品德啊 那当然也是个良性循环 就是说人们确实是把诚信看作是做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但是现在社会这个生活的圈子范围越来越大 它所面临的是给陌生人的这个社会 那个市场经济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 我给你只打一次交道 下次我还不知道再见不见你了 所以它就有投机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传统的诚信主要是依赖品德的话 现代的诚信就要依赖美德加制度 这就是我们是道德讲的外力和自律的这样一个统一 德性是个内在基础 制度是个外在监督 我要讲个个案 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最近开了一次常务会议 我看李克强总理主持 我们中国也要讲信这个 像美国这样的话有一个安全号 要设计这个诚信体系建设 就是美国你这么一个安全号 就是说你所有的诚信记录都在这了 所以他这种他的制度完善了 就是在他的不讲诚信的这个成本代价太大了 所以一般人也不敢违约 所以美国一个商人就是什么都可以丧失 这个财产呀什么都可以丧失 这诚信不敢丧失 财产太大 那么说这个说实是不是还不可信呀 我就讲一个比较深度的个案 你们就能理解到这一点了 就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念的博士 业绩很好的吧 科研水平很高 法律论文档次的很好 结果他就去到处 毕业以后就在美国大学里到处找工作 到处找工作 他认为他自己的判断说 以他这样一个学术成就 他应该找一流大学 他先就找新流大学到处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音频说啊这些 材料 结果找了半天 人家一接触都去找材料都觉得 这很不错啊 就叫他去走程序码 面试啊什么试讲啊这些东西 哎呀找他很辛苦 就从第一层次 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no 从第一层次找到第二个二流大学 也还是这个结果 再没办法了 又方式降到第三层次家 找三流大学 找三流大学 最后还是这个no 哇把他记坏了 他这怎么办 他最后找了实在没办法了 最后给这个三流大学最后的这个人事部门就说 哎呀你就 行个好 你给我说一下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我这么优秀的业绩怎么就弄得就是 找你这么个三流大学 我都找不上 这怎么回事啊你叫我个 搞个明白啊 人家就跟他说啊 你最初这个条件都不错啊 市场都不错 但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最后一关都是要 查你的诚信记录的 说 在你的诚信记录上反映出来 你有一次坐公共车 有逃票的记录 就有一次逃票的记录工作造不上了 你看你还忍敢 敢再不讲诚信 因为他的一个基本理念说 你这个你在公共车上可以逃票啊 这首先他不 不说一块钱啊 美国有些那个公共车也是一美元上车的 我去做也是 有些公共车也是一美元做到底 随便做 那也不是一美元的事情 他就认为你这个人品不行啊 你在这小事上敢不成信 那你会不会学习造假啊 你要学习造假 你给我学校生意丢大发了 他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他倒是造不到 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歧视 我们中国现在也是在搞这个 就是以后你光给他讲道理不行 当然讲道理啊 我们前面讲道的就是自立啊 一个有坚强的自立的人 他任何事都不做坏事 就是要把这个内和外 要结合起来 要结合起来 这是就是说 传统成心和现在成心的区别 那最后我们一个落实点就是说 培养成心美德 应该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 虽然我们要加强成心体系建设 要加强制度建设 就是用技术监控 用这个信用卡 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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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安全安全号吧 给你每一个人建立一个成心卡 但实际上就是 它是一个外略的制度 最多按我们现在论的一些心理感觉 是制度美德制度伦理 那最终还要要求每一个人 做一个高尚的人 到的是人类精神的次虑 应该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应该把 自觉的培养成心美德 应该成为我们公民的自觉行动 自觉行动 这就要求我们发扬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 诚信的这样一个美德 甚至像中东的话 把诚诚看作是天道和人道 这么一个高度 去积极的在培养自己的诚信 把这个像这个陈立夫先生 讲的这句话挺好 把忠心存给国家 把孝心献给父母 把爱心供给家人和大家 把恒心付给学问和事业 把信心留给自己 一切德性的问题 内在基础都在你的心 所以我们要做到外泄于人 必须是内成一己 这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信德 最后我们这一 儒家道德这门课 就全部包讲讲完了 我们做最后一个全课的结议 就是儒家道德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孝 忠 仁义力之信 是儒家的核心 道德价值与德母 让我们孝亲敬老 报国奉献 人以爱人 意以正经 礼义成之 知以辩知 信以守之 为中华民族复兴 重现礼义之邦的文明大国形象 提升中华民族大的素质 而自强不息 厚得载物 得要中国欲满千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